秋分到了,我们平分秋色 为什么不说平分春色呢 因为秋天在中国古代以农业为主 以天地自然 生长的东西,这个作为自然 当然是好的,对的 收获的季节,有的分 我们讲共勉,互助,然后分享 就是我们的中华一些传统的美德 而春天呢,更像是希望的种子 还没有开花结果在未来 即使它满园春色,我们也不分 就是这样说的 还有呢,跟春天有一个什么共同特点呢 在这天有个习俗叫秋分立蛋 春分的时候呢,同样可以立蛋 至于说这个原理 我们最简单的就是用阴阳二气来说 想必一定是最大的道理在其中 那在这就是太阳直射赤道 南北半球,南北半球周夜,军等 就白天晚上,正常来说都是六点 早上,然后晚上六点,日出日落 当然不同地区啊,但是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们以后再具体讲 这个春分 它是季日 包括春天 因为它主阳嘛,秋分呢,就季月 但是,这个,这个,这个,在中秋的时候 古代本来是以秋分为中秋的 只不过抬头一看,月亮好像并没有那么圆 月亮也被人吃过了一口 所以到后来,干脆就沦落到民间的十五 十五不是正日子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天地啊 这个,这个 还没有分得很清朗 真正 天清地明 当然说地灼也可以了 是在这个,就是秋楚露秋 这两个 为什么强调多说了一个月呢 因为这个天还会更早 落到地下 就到了秋分 你看那个二四节气这个这个消息卦呀 在秋楚 出属这一天,这那一刻 其实已经是最后一刻 就是到了这个 因为这个是七月 七月代表着天地匹挂 秋楚露 白露这一天 比秋分要早半个月嘛 我们不强调这个了 还有什么呢 这个雾后说一下 首先 雷 乃收生 就说这个雷呀 在春分的时候起 你看 春分这个时候是在某位 他的这个虽然是地则林 下半身还有个则 但是 这个大的卦象 就是个雷卦 这个卦词呢 其中也说 什么什么 二月 本来是急 但至于八月有凶 这个相对的 你看小事情 你要是足够细心敏感的话 看有些事情 这个时候好像八月就不好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一个是急 一个是索取 还有第二个 五天呢 就是 蛇虫 庇护 动物也开始钻动了 怕冷了 第三个呢 就是 最后一个 水是河 水就开始降雨少了 干了河 蒸发多了 山 飞 宝 早 药 飞 雨